你回来了 见识小慧了吗 谈得怎么样 小慧和将其合成签了一份协议 答应再赚百分之四的股份给他们 天哪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可是小慧为什么突然做这样的决定呢 她是为了保护文凭 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不能理解 她想念我该怎么办呢 算了 没关系 就算他们拿到小慧百分之四的股份 他们也还是没有控股权呢 但这么一来 他们就超过了我所持有股份的百分之二 你还没关系 实在不行 把毛经理和刘经理的股份回购回来 这样华龙公司跟我们的股份 就能吃平了 我白天才答应过他们 绝不会购掉我们的股份 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我想他们能够理解 你要实在不好开口 这个事情交给我 我来处理好不好 这五个股东的说服工作 进行怎么样了 姓张那老头是油言不尽的 不过我还是会有办法的 孔副总和蒋总监答应考虑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刘经理这边也是油言不尽啊 倒是毛经理那边还有几分希望 不过要请董事长帮个忙啊 什么忙 说说看 您在实验中学里面有认识人吗 怎么户上问这个 毛经理的女儿很快就要上中学了 她老婆呢 想让她女儿上实验中学 可毛经理来北京这么多年了 都没有买房子 所以这户口就落不过来 您看您那边能不能想想办法 你只要能让毛经理把股份 卖过我们公司 这个忙 我可以帮 好 只要董事长这根没问题 毛经理那边肯定没问题 我相信你的能力 董事长 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声 请说 就是 浩胜他昨天来找过我 是关于公司股份的事 不过您放心 我没答应他 我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 我相信 浩胜没为难你吧 这个倒没有 我现在是顾家寡人一个 他既是想为难我 也无从下手 那你过来找我 是想救世重提 把股份还给公司 是吗 好 你既然来了 我也实话实说 我本来正打算找你聊聊这个事情 之前我说过 我绝不动你们的股份 但这一次我可能要实验了 希望你能谅解 董事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明白 您为了公司付出了这么多 公司上上下下 可都看在眼里 我身为公司的员工 在这个时候 可以为公司出一份力 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 再说了 这股份 这股份我本来就收之有愧 您啊 还是都收回去吧 刘经理 你放心 只要我度过这次难关 我会把股份 重新分配给你们 绝不食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